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能收割别人过上好日子了 2024年6月 一则关于电池巨头宁德时代所谓奋斗一几百天号召的消息 在简中互联网上广泛传播 让无数人破了房 事情的起因是一张尼斯宁德时代内部性的截图 内容是号召一定值机上的员工 主要是各类技术港员工实行八九六工作制 每天八点钟上班 晚上九点下班 一周工作六天 从6月12日起实行 为期一百天 这吓死人的劳动强度吓坏了卷生卷死的中国人 奋斗一百天 此条阅读量在八小时内破亿 讨论量达到二点四万 打工人的愤怒移除手机屏幕 墙外则有好事者将一百天 约算成四个月 补成一个八九六四来整活 宁德时代马上做出回应 称此事为曲解造谣 宁德时代代的大老板曾玉群 也在6月25日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回应媒体称 所谓奋斗一百天是要员工练好基本功 没有强迫大家的意思 这当然是把人们当小孩哄了 谁不知道在中国公司里 特别是这种大公司里面 号召提倡是什么意思 毕竟劳动法在你法我孝的中国 也算是最接近文本 而不是执行文件的那部分 更何况是宁德时代这种量级的行业巨头 大工人还不是任他拿捏 当然了中国公司超市工作 早就不是什么新闻 毕竟是人均每周工作48小时的 劳工地域见怪不怪了 但这次让人破防的 除了那条被外籍员工随意刺激出的 别样酸楚 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 宁德时代可不是一家初创公司 也没有面临什么困境 它是真真正正的行业老大 全球电池行业的绝对领寄军者 被称为宁王 借着中国电动车行业畸形膨胀的东风 它从2016年开始经历爆发式增长 2023年 宁德时代在全球动力电池行业的市场份额 高达40.9% 净利润400多亿 岂止是遥遥领先 可以说把对手甩的车尾灯都看不见 而且它也不像大部分只能窝里横的中国电动车企业 而是大举在海外市场攻城掠地 在中国以外的市场占有率也仅仅30% 这么一家屌价炸天的行业王者还要如此 何况大量挣扎在生存线上 仅有威力甚至负利润的弟兄 中国真的很多行业的毛利是负的 全靠那点政府补贴或者退税在维持 前两年中国一度觉得风景这边独好的时候 有一种所谓入关的理论特别火热 这种主张认为中国是类似于入关前的满清那样的新兴力量 将西方发达国家视作腐朽衰老的大名 主张中国要入关去抢夺 按不合理垄断的资源 才能让中国人过上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好日子 很多人因为这种比喻 将这种观点视为纳粹德国生存空间理论的翻版 或者直接将其当成昭和日本那种很有精神的东西 以为他们就是整天叫嚣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那些B站小屁豪的统类 但这其实只是入关学里头比较激进但不占主流的一派 根据在其知乎 根据地知乎上甚至长期被嘲讽 我们姑且称之为五入关 实际上我自己也对入关学颇有观察经验 赞同入关的人大部分仍然是某种日子的人 主张闻入关 但这些也不是反战 类似武统台湾这样的关键战役还是躲不过的 只是要尽可能创造有利的局面 他们认为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如此之强大 人民却如此劳苦贫穷 都是因为中国在产业链上占据不了那些高利润环节 只要中国利用自己廉价的劳动力 特别是廉价的受过教育劳动力 所谓工程师红利 击垮竞争对手 就可以掌握所谓的定价权 像他们意想中的华尔街和硅谷一样收割全世界了 所以现在的卷现在的苦都是为了将来的登顶 是该忍一忍的 但已然登顶的宁德时代却开始了最艰苦的奋斗 这当然让很多人都受不了了 爬到山顶最后就为了这 但从公司角度看 宁德时代无疑是一家成功的企业 论市场份额 它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 论营收和利润 它一年能赚400多个亿 论股价 它一度是A股的万亿凝亡 如今市值仍然有8283亿元 论老板身价 曾育群以1676亿元人民币 排在中国富豪榜第七位 但要论员工幸福感 它很难匹配上自身的实力 甚至还有奴工工厂的嫌疑 美国国会议员6月5日就指控 它与强迫劳动有联系 宁德时代还专门做出了态度强烈的回应以驳斥 但事实中 作为毫无意义的行业霸主 宁德时代明明日转亿元 却依然疲于奔命 2023年开始 曾育群不断出现在 与各路车企合作协议的签署现场 而且这些合作方规模有大有小 行业地位有高有低 主打一个不挑 曾育群最近的多次讲话里 虽然继续强调自己技术先进 成本优势 但也提出电池成本已经大幅下降 自己只是服务车企的供应商 其实宁德时代的姿态 并不是一直都这样低的 至少在2021年市值高峰的时候 很多新能源车厂 甚至为了要拿货去它那里蹲点 被迫现金提货的都有 那动力电池生产本身 本身并不算是一个 技术门槛特别高的领域 宁德时代利用自己的先发优势和巨额投资 在三元锂电池上取得的成本优势 虽然有一定的护城河 但并不算很宽阔 许多竞争对手纷纷入局后 宁德的市场话语全开始不保 特别是自己造车 又是老牌电池生产商的比亚迪 虽然其拥有磷酸铁锂电池是落后一代技术 但捆绑上自家火爆的低价电动车倾销 市场份额也在扩大 最后的结果是 锂电池已经成了当今世界上最内卷的行业之一 2023年 锂电池由于产能过剩 价格大幅度下降 三元锂电池下降55% 磷酸铁锂电池下降63% 实际上 2023年全球电动汽车电池装车量达到705.5GW 而中国的电池产能就有1860GW 足够给全世界的电动汽车换两变电池 这结果就是全面的产能过剩 产线闲置和利润被挤压 实际上 新能源电汽车这个被高强度补贴出来 特别是在中国的行业 也只有特斯拉 比亚迪等少数企业实现了盈利 这种局面导致车企成本压力进一步向向油供应链传导 倒逼电池企业搞所谓的极致降本 实际上从财务报表来看 宁德时代销量还在增加 以至于能够覆盖价格下降的影响 通过强大的供应链管理也保住了毛利率 并坐拥巨大的现金流 但这些亮眼数据的背后 也能看出其一直在大力压低各项费用 包括研发和人工费用 这倒是能够看出 其作为市场老大还要大搞896 疯狂压榨员工 特别是研发人员的背后动机了 因为它的市场份额和行业地位 根本就是卷出来的 这个王座其实做的根本就不安 用财经视角 剖析热点中的深层逻辑 嬉笑怒骂间 把握喧嚣下的中国脉动 内容相当靠谱 形势绝不严肃 欢迎继续收听自由亚洲电台 这里是中国最前线 我是紫钊 我们继续来聊聊中国过剩的产能 和被迫卷死中国人 这两年伴随着经济下行 地产泡沫 和失业潮汹涌而来的 是中国制造业出现的全面产能过剩 当然在天降伟人及其幕僚 和网上那些基本盘口中 这只是中国竞争力的体现 他们认为所谓的产能过剩 只是别人竞争力不行 嫉妒我们的说辞罢了 但这里就引出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中国人为什么消费不起 自己生产的产品呢 我们即使不看那些月入以下的人 比例有多少 月入3000的又有多少 青年失业率有多少 之类的宏观数据 就只要看看比亚迪 宁德时代自己的流水线上的工人 一年全部的收入 大概只能买半量 按说已经便宜到无法想象的 中国国产电动车 就能想到这一切的根源 中国所谓的竞争力 完全建立在对人矿的高强度榨取上 宁德时代作为行业老大 却依然要疯狂内卷的事实 已经说明了这种竞争力 是多么的脆弱 脆弱到对人矿稍微有所放松 优势可能就不保 实际上 这些企业不仅仅是 极力用各种手段压低员工工资 延长工作时间也算一种 而且也同样极力压低研发成本 这样就形成了 对低价格的恶性循环是依赖 不仅是电动车和动力电池行业 实际上整个新能源领域 作为被天降美人 重点选择的突破口 变成了疯狂内卷的重灾区 另一个夸张的板块是太阳能 也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反弹 这里充分凸显了 中国所谓产业政策造成的浪费 产业政策作为东亚发展路线的 重要一环 其作用一直在经济学界饱受争议 有人认为通过政府投资和政策的引导 建立出口优势 能够尽快实现突破 占据某个行业的优势地位 从而获取更高利润 但有人 比如近年来常有尖锐言论的 张维寅教授就认为 产业政策首先是高估了 人类的理性预知能力 实际上真正的产业突破口 是很难判断的 其次呢 是低估了人的逐利和贪婪 倾向性的政府投资 必然会带来相关领域投资浪费 实际上 这两条已经在天降伟人的 产业政策路线上全都应验 这几年烧了几万亿芯片 料充一地鸡毛 但实际上 当年 真正的突破口 AI革命的支撑点 却是中国人之前 没有想到的高性能显卡 这万一在认真的天降伟人的专家看来 不就是用来打游戏的吗 玩物丧志 而与此同时 被认定是未来方向的新能源汽车 锂电池 太阳能等板框 中国政府则投入了海量资金 据测算 相关领域的各种政府支持 包括免费土地 免费电力 无息贷款 税收优惠 以及现金补贴 甚至能占到生产成本一半左右 这里不得不引出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 中国人为什么勤劳但不富有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那话就有人在提了 当时又在质疑 为什么中国经济只能依靠出口廉价商品 结果十几年出去 中国看似崛起了 这种依赖却愈演愈烈 我可以帮更年轻的朋友回忆一下 那个时候大家讨论的情况 当时大家针对的主要是各种国家命脉 国之重器的国企央企 坐拥巨额廉价资金和各种政策扶持 员工拿着数倍于社会平均水平的薪资 竞争力却极端低价的状况 呼吁更公平的市场准处 以带动更倾向于居民部门和私人投资的分配 天降伟人时代之初 许多人一度看到这种希望 当时各种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 趁着互联网大发展的东风 各类民营巨头 虽然他们也和体制有不同程度的紧密联系 一度也风头正进 但天降伟人显然最终选择的是相反的方向 他不断的致力于所谓的掌控力 一方面不断号召房住不炒 但操作是不断提高政府所掌握的土地价格 再加上将房子和各种公共福利捆绑的操作 人为制造稀缺 实际上搞了一波预征70年的骚操作 另外一方面用这些预征的税款收入 投入他所认为重要的地方 比如大规模低效基建 以及几个特定有价值的行业 与上一个时代完全依靠垄断护城和活着特权央企不同 这一波的亡者们倒是在这种思路下拼命卷出来的 论竞争力确实是有的 但这种竞争本身是建立在扭曲的要素价格体系之下 更要命的是 这种竞争的主要目的是一波流逝的银 中国最有竞争类要素参与其中最多的人 完全被视为生产要素而不是生产的目的 兜兜转转 中国人还是不得不在贫困的深渊里打转 但与十几年前不同的是 现在已经没有更大的世界去给中国商品占领 伴随着中国商品在全世界被拒绝的 其实是这背后一整套违反人性的生活方式 但最早的一批外资将先进的生产模式带进中国的时候 所有人并没有想到有一天它会变成现在的样子 那些中国深耕最久的外企的故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来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自周星下周与我们继续相约中国最前线 再见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